职场契机 第十三课 罗伯安王 新冠上任 猎王纪上十二章 一到二十节 从1999年开始,我一直在神学院教授讲道学 我很高兴看到学生们掌握了讲道的基本原则 知道他们不仅有信心传讲神的话语,而且可以开展更有力的侍奉 然而,许多老师最难忍受的是接受学生的评估 我开始教书时,教师只在每门课的最后一天接受学生的评估 三年后,老师必须在学期的中途就接受学生的评估 又在三年后,学生们甚至有机会在上课的第一天 就可以对教师的表现回馈意见 我唯一的安慰是,我最终都通过了学生的评估 没有人喜欢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发挥个人的潜力 以及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所造成的压力 去年的NBA冠军必须证明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冠军 而不是撞上好运 落选者也必须证明他们不是失败者 老师和学生也必须证实自己 专业人士必须证实他们懂得他们的行业 选民需要有身份证 司机必须有保险 消费者必须有收据 科学家必须证实他们的研究 数学家要说明他们的算法 考古学家要指出他们的发现 检察官要拿出他们的证据 运动员要证实他们的健康 导演要证明出他们的卖作率 总裁的业绩必须符合他们的工资 男女老少都有一些需要证明自己的事情 迟早每个人多多少少要证明自己 如果不是证明给别人 至少要证明给自己 新的王罗伯安要承担大人 他的爷爷是以色列最伟大君王 大魏 他的父亲是智慧的所罗门王 然而父被去世后 这位新王不是没有助手 他父亲的顾问们 已经准备好帮助这位年轻人 旗开得胜 自成父业 美满地完成过渡时期 但是年轻的罗伯安 太不懂事 太不争气 太不成熟 因此他要证明的比他所想象的还要多 他要损失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多 他所受的指责比他所想象的还更多 在你的人生中 你计划走哪一种道路 你想要如何功成名就 不论你有多少才干 为什么还需要继续进步 你又有什么优势 证明自己有同情心 不是冷漠无情 Proof yourself compassionate not cold 罗伯安往事件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 要立他作网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先前躲避索罗门网 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他听见这事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 他就和以色列会众 都来见罗伯安 对他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做苦工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 负的重恶轻松些 我们就侍奉你 罗伯安对他们说 你们暂且去 第三日再来见我 明就去了 《猎王记》上十二章 一到五节 在一个手术进行中 一名老练的外科医生 问一名年轻的实习生 在这间手术室里 最重要的人是谁 那位实习生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想着如何来回答 他相信这位医生 无意要求学生来称赞他 所以实习生便夸奖 其他的同仁 说 我相信最重要的人 乃是这些尽心帮助你的护士 那外科医生摇头说 不 这个房间里 最重要的人不是医生 护士 或其他助理 而是这位病人 请记住这一点 匹德杜拉克 皮特托克 说 安德努卡雷基 安德克雷基 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写 这里躺着一个 吸引那些 比他自己做得更好 进入服事的人 所罗门的四十年统治 最后带给平民百姓的 是一个困难 贫穷的社会 而不是理想 繁荣的生活 国家财政 不断地付出大笔的开销 包括豪华的建设计划 猎王纪上十章四节 接待普天下王族的延席 第二十四节 追求不切实际的军事 第二十六到二十九节 和抚养一千个妃嫔 猎王纪上十一章三节 以色列人坦白地告诉 罗伯安 是他父亲的统治 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衰亡 与亏损 猎王纪上十二章四节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的重子 乃是凶猛 恶态和严厉的意思 这原文第一次出现 就两次用来形容 拉杰林产的艰难情况 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节 亚伯拉罕时代 盛大的饥荒 创世纪十二章十节 约瑟时代 盛大的饥荒 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一节 四十三章一节 四十七章四节和十三节 还有 外邦王法老 出埃及纪七章二到三节 西红 生命纪二章三十节 尼布加尼萨 历代至下 三十六章十三节的刚印 以及圣经重复提到 印着景象的意思 生命纪十章十六节 历代至下 三十章八节 尼西米纪九章十六 十七二十九节 耶利米纪七章二十六节 十七章二十三节 十九章十五节 尽管如此 这个重字还不是这里所强调的字 《猎王纪》上十二章 经文重复的最多的字是八次的二 第九和第九和第十节一次 第十四和第十一 十四节出现两次 这个字在这章中出现的次数 比圣经任何一章都要多 他们的代表常提到这个字 为要凸显问题的严重性 好采取相应的措施 讽刺的是 这个二的原文字 在圣经里 总是用来描写 以色列的仇敌 《生命纪》二十八章四十八节 和外邦人 耶利米纪三十章八节 以色列人所受的二 是遭受了来自于埃及人 《利未纪》二十六章十三节 《米甸人》以赛亚书九章四节 《亚述人》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五节 和巴比伦人 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五到六节 《耶利米纪》二十八章二节 的痛苦与强暴 以色列会众坦白地指责 他们自己的国王 并不比那些奴役他们的外邦人 好到哪里去 虽然惠众非常坦率 但他们来到王的面前 以客气的态度 适当的理由提出请求 也很积极保证 他们愿意侍奉新上任的国王 虽然他们坚持求国王 让我们的恶轻松些 轻在原文是启愿是 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要求一个树木 或比利 他们特别强调是 索罗门新王的父亲 而不是新王 罗布安带给他们痛苦 《猎王记》上 十二章四节 并且一再重复 表明他们愿意服侍新王 证明自己是能干 不是孩子气的 Proof yourself competent Not childish 罗布安之父 索罗门在世的日子 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罗布安王和他们商议 说 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我好回复这名 老年人对他说 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 用好话回答他们 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 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 在他面前是里的少年人商议 说 这名对我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了 兄弟使我们轻松些 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我好回复他们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 这名对王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了 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王要对他们如此说 我的小拇指头 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了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了 我父亲用鞭子则打你们 我要用鞭子鞭则打你们 《灵亡记》上12章6到11节 美国电视演员及前大学篮球运动员 迈克华伦 迈克华伦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最理想最杰出的美国人 他在UCLA的时候 于1967年和1968年 在教授约翰伍登 John Wooden的带领下 与卡伦 阿布都贾巴 Karin Abdel-Jabbar 都是布列英球队的成员 赢得两次NCAA总冠军 华伦曾分享 他是遇到伍登之后 他的生命才有所改变 我离开中西部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想要远离我的父母 他们都是很棒的父母 在我的生命中 没有人比我的父母还要重要 但我得独立过生活的时候到了 所以我离家2000英里 然后遇到约翰伍登 他就像我的父母那样 那时候我18岁 当然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UCLA的校园里 不论是白天或晚上 都有派对或特别的事发生 我在其中都非常享受 后来我接到一通电话 要去见伍登教练 我同意了 也感到兴奋 心想我们应该会聊到篮球的事 后来我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就看着我 眼睛一直盯着我 他问我是否知道 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告诉他 是的 我知道我是来打篮球的 没想到他说 不对 你是来受教育的 如果你不好好努力 篮球和教育两者都得不到 他说 我的父母也必定不会欣赏 我这样的生活 到了下一学季 我就进入了优秀学生的行列 罗伯安一旦听了 儿师朋友的建议 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他没有听从那些 服侍过父亲的老年人 这些老年人建议 要采取更有智慧 更有人情味的方法 使用怀柔又温和的手法 来解决当前的冲突 老年人提倡使用仆人的角色 而不是主人的身份 主张一个谦和又有效的方法 而不是一个严厉 残忍的措施 建议透过用好话回答 而不是用敌意回答 《猎王记》上十二章七节 相反的 少年朋友所说的恶毒话 根本就不是建议 也不是解决问题的两侧 罗伯安的身边 有许多诸葛亮 包括前程智慧的祭司 撒都 先知拿丹 比拿亚将军 一章三十八节 但罗伯安却没有理会这些人 反而听取那些 没有经验 没有训练 没有见识的年轻顾问的废话 这些傲慢 自大的少年人 所出的建议实在太过偏激 也太伤人 以至罗伯安最后采取了 根本就不可能和好的措施 十二章十三节 在圣经中 罗伯安是唯一一位君王 使用鞭子 则打和蝎子 这类狠毒的话 以至得罪以色列百姓 他用强权压制了反对的声音 用暴力 惩治了那些反对他的人 很特别的是 则打这个字 在原文中使用了加强语 感 意味着幼稚 粗暴 又重复性的惩罚 甚至鞭子 在十一节 这个字 直到此时 才出现在圣经里 这一点 罗伯安与他的父亲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色列众人 对所罗门最初的 为人处事的反应 乃是敬畏他 三章二十八节 以色列人目前 对罗伯安的第一反应 却是敌对与恶意 以色列人很清楚看到 新王对他们的藐视和欺凌 最令他们不可接受的 就是 父的原文字 父这个字 是用在女子 创世纪四十四章十三节 尼西米纪 十三章十五节 受和生促上 以赛亚书 四十六章一节 以及抗材料的人 尼西米纪四章十七节 所做的卑微的工作 证明自己有建设性 不是谴责性的 Proof yourself constructive not condemning 王用严厉的话 回答百姓 不用老年人 给他所出的主意 照着少年人 所出的主意 对民说 我父亲 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 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 用鞭子 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 责打你们 王不肯依从百姓 这书乃出于耶和华 为要应验 他借侍罗人 雅西亚 对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民 贱王不依从他们 就对王说 我们与大卫 有什么份呢 与耶稀的儿子 并没有官赦 以色列人呢 各回各家去吧 大卫家 你自己雇自己吧 于是 以色列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唯独 住犹大成义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 罗伯安王差遣 掌管福苦之人的亚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 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 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 直到今日 猎王纪上 十二章 十三到十九节 沟通专家 建议人 在向别人提出建议 尤其是 忠言逆耳的意见时 应该怎么做 处理别人的事情时 直白地指出别人错误 实在不是最好的方式 最基本的建设性沟通方法 乃是称为一加一 或者二加一的忠告 这些忠告 提倡先讲他人的优点 才说他的弱点 或者先说积极 称赞的话之后 才讲消极 建设性的话 譬如 一加一忠告方式 乃是说 你的学校成绩有进步 但是 你需要准时到学校 而二加一的方式 乃是先说两件积极的事 才说需要改善的部分 我注意到你 已提早做作业 而且你家事也做得很好 但是你的房间还需要整理 更好的建议 是采用二加二的策略 例如 你最近打电话的时间减少了 而且你对你弟弟也不错 但是你没有喂狗 而且你需要早点睡 迄今为止 我读到的最好的建议乃是 二加一加一的评论 就是提供两个正面的称赞 接着是负面的提议 最后结束时 还要回到积极的建议 例如 你减少了上网的时间 也减少了看电视的时间 但是 你要少玩电子游戏 当然 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 到家里来玩 苦的原文字不仅用来描述以色列人的工作 《略王记》上十二章四节 此字亦是形容罗伯安严厉的回答 第十三节 罗伯安的话 如同在他们的脸上吐口水 又像用刀刺在他们的心口上 他严厉的态度 十三节 的话 这两个字 是翻译加上的 简直令人失望 震惊 更难以置信 他没有给这些以色列人的代表 留任何的面子 他也没有任何的妥协 更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有的只是冰冷的态度 苛刻地回答 可是王却不知 两派之间的危机关系 就此产生了 他爷爷大魏王所统治 三十三年的联合王国 二章十一节 在短短的三天之间 十二章十二节 就被罗伯安推倒了 他智慧的父亲所罗门 所持续了四十年的江山 十一章四十二节 也在无知 幼稚又傲慢的罗伯安手下 还不到四天就彻底崩溃了 更糟糕的是 罗伯安从没有想到 收回自己所说过的话 或弥补自己所造成的损失 他想的只是 如何镇压 杀害那些反对他的人 之后 他差遣掌管福苦之人的 亚多尼兰 四章六节 五章十四节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这位亚多尼兰负责建造圣殿 和公司长达二十多年 六章三十八节到七章十一节 却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了 这是进入迦南之后 第一个被石头打死的人 这位无知的新王 才知道以色列人蔑视他 憎恨他 他们不能容忍罗伯安王 不接受新王的新制度 也看不上新王年轻的顾问们 他们实在受不了南方的统治 从那时起 国家的情形就回复到大魏登基 国家成立之前的紧张局面 以色列从此分裂为 北方的以色列国 和南方的尤大国 以色列国的十足 曾经支持过扫罗王 尤大国的二祖 曾经跟随过大魏王 罗伯安完全失败了 一败涂地 他完全可以尝试 选择以下的方法 让步的方法 妥协的方法 推迟的方法 协商的方法 或者祷告的方法 可是他所采取的措施 竟然是独尊领袖 唯一选择 以及一个后果 结论 人的成熟 不是来自于家庭的遗传 或者与生俱来的 你的周围 是否有一些 比你更成熟 更能干 又更虔诚的人 而不是那些 拖累你 或败坏你品格的人 科林鲍威尔 科林普威尔说 我们应当 让让那些认真 诚恨的人围绕在我们身边 而不是那些 而不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 或许 年轻就是天真 缺乏经验 但不一定就是无知 冷漠 不成熟 你是否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雅各书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 你是否用爱心说诚实话 以福守书四章十五节 你是否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还是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真言十五章一节 查经讨论 《猎王记》上 十二章一到二十节 一 为何罗伯安去事件 第一节 二 谁是耶罗伯安 第二节 注意 详细背景 是在第十一章 但不是此次查经的重点 三 耶罗伯安 带领以色列会众 来见罗伯安 他们有什么诉求 第三到第四节 四 为什么罗伯安 没有马上做回应 或决定 第五节 五 罗伯安先向谁 寻求意 寻求意 他们的意 意 如何 第六到第七节 六 罗伯安接着和谁商议 他们又有何意 意 第七到第十一节 七 详细比较 详细比较 对比两者提出的意见 七到十一节 留意第七和十一节的动词和重复字 对比老年人的意见和少年人的意见 八 这些主义的不同是因为年龄的分别吗 这两种管制方法 这两种管制方法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 这两个意见是否必然冲突呢 可以兼容吗 九 经过三天的考虑 罗伯安决定如何回复以色列会众 为什么 他选择这个答复 第十四节 十 在这件事上 神有什么作为 第十五节 十一 以色列众民最后有什么决定 他们选择跟从谁 第十六到二十节 十二 罗伯安 如何处理以色列家的背叛 这显示他有没有改变 第二十一节 十三 耶和华如何介入这个兄弟争战的局面 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十四 无论掌权者在做重要决定时 有没有寻求神的带领时 神的主权和介入 依然是真实的 身为他的民 人应该如何跟从他 第二十四节 十五 罗伯安在开始做王时 犯了什么错误 身为一个王 他的权柄从何而来 十六 按老臣的建议 一个王或领袖 应服侍民如同仆人 为什么 怀柔政策 有效吗 按少年人的建议 一个王或领袖 应用严厉的言语和手段管制 这会有效吗 十八 Robert Greenleaf的仆人领袖原则 Seven Leadership Principles 和老臣的建议 有何相近之处 十九 仆人领袖的原则 在职场 商业机构 教育机构 政府机构等 适用吗 在教会 有效吗 二十 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领袖榜样 又如何呢 是举出一些 新约的经文 应用分享 一 在你现实职场上的岗位 你会用什么原则 管理下属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方法合适吗 或者 在你现实职场上的岗位 你的领袖们 如何带领 管理你们 身为跟从事 你有何看法和感受 二 在教会的侍奉中 你如何服侍群众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 在教会的侍奉中 你的领袖们 如何带领你们 身为跟从者 你有何看法和感受 三 你相信在这世上 或天国的世上 神的主权 常介入不同的事件中吗 为什么 职场契机 作者 叶浮成 莫瑞英 你为何看法和感受 没有打istic 估认